大家好,我們聆聽還有另一條 反思生活,他講了一句 這句話,大家聽過了 你不實白人,白人卻因你而死 他拿了這個來做例子 要我們舉一個生活中的例子 就借這個比喻,他究竟有什麼寓意 其實這句話大家都知道 但是,怎樣可以拿到這個例子呢? 我們講了一個穿皮草 有沒有聽過? 環保人士也是 有時候會偏激的方法 就是有些毛突然穿皮草的衣襪 或者手袋 然後他們會拿油去淋它 讓大家看到這樣的新聞 我們拿這個作例子 例如穿皮草的人 你可以括著,代表誰呢? 我給你清晰一點 就是你 因為文章裡面有你 有白人 所以要分清楚 穿皮草的人 解釋是你 不是你自己去直接殺死動物 那動物是誰呢? 動物就是白人 不是你親手去殺了一隻兔子 或者狐狸 但是商家 商家沒有在這句句子 即白人這句句子裡面出現 但是商家會為了賺錢 OK,為了賺錢 為了賣皮草 那它一定要殺死這個動物 那它就要製成一些衣服 或者貴介衣物 所以這隻動物 就會因為穿皮草的人 就是為了你而死 OK,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或者可以說上次我們 上課的時候也有說 例如鱷魚皮 鱷魚皮手袋 鱷魚皮手袋 什麼錢包 那又是了 你可以拿來做例子 OK,那我們只是說這個 好,謝謝